大家好,韭菜的吃法多种多样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腌韭菜极好吃的做法 很多朋友在家腌韭菜都是直接加盐 其实那样就错了,学会这个方法 腌出来的韭菜,味道鲜美好吃 颜色翠绿不发黄,就是放上一年都不坏哦 首先准备一把不老不嫩的韭菜提前给它摘好 放在一个大点的盆中 加入一盆长江水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碱 再来少许的食用碱 食用碱的去物分解能力很强 可以分解韭菜表面的能要残留和脏东西 而食盐有很好的消毒杀菌的好处 加入这两样,可以把我们的韭菜清洗得会更加的干净 然后下手给它搓一搓 搓好之后,放在这里给它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我们再下手给它洗一下 洗好之后,捞出 再放到流水下面,给它多清洗两面 韭菜洗干净之后,我们给它平铺到盖链上面 晾干表面的水分 这个水分一定要给它晾干 这样我们淹出来的韭菜才不易坏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个红辣椒 不喜欢吃辣的话,我们就用不辣的辣椒 先把辣椒地给它去掉 然后再用刀,一分为二 接着改刀切成细丝 辣椒丝切好之后,再从中间给它稍微拦下两刀 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后,再给它放入盘中备用 再切点生姜,先切片 再切细丝 一把蒜片,切成薄薄的厚片 小料切好之后 和红椒丝放在一起备用 晾干水分的韭菜 我们直接给它放在案板上面 丢整齐 用刀,把底下的这个老鸡给它切掉 然后再给它切成 自己喜欢的长段 韭菜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先不用加盐 然后用双手给它搓一搓 把韭菜给它搓出换 这样我们腌出来的韭菜 不管放多久,颜色依然脆绿不变 很多朋友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都是先加盐 其实那就错了 最后我们给它抓至像视频中 这样就可以了 微微出汗 接着把我们切好的辣椒 姜片和蒜片给它放进来 加入适量的白色食用盐 一口82年的高度白酒 再加入两勺味精 这里我们一定要加味精哦 因为味精是用纯粮食酿造的 然后再下手把它抓匀 吃每个韭菜上面 都均匀的沾上一层食用盐 这里我们加入白酒 可以去到一个聚心增香的好处 也可以是我们腌串的韭菜保持的时间长 倒拌均匀 我们的韭菜就腌好了 色香味俱全呀 让人看着就食欲大开 腌好的韭菜 我们直接就可以开吃了 哇,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咸香开胃又脆爽呀 特别的下饭 也可以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 防止它串味,放到冰箱 再给它腌制两天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你只要学会了这个腌韭菜的方法 不管放多久 依然脆绿也不发黄 每天早晚不想炒菜的时候 用来卷个煎饼 夹个馒头 丢个米饭 丢个面条 都是超级美味又解谈哦 真的比大鱼大肉还要香 自从学会这个腌韭菜的方法 我家各三串五都会做上一盆 一个星期的小凉菜就有了 主要的是 做法非常的简单 安全零添加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的话 就收藏起来 做给家人尝尝吧 我们也可以找一个 无水无油的玻璃罐 把腌好的韭菜给它放进来 装好之后 盖上盖子 密封保存 放到阴凉的地方 或者是放到冰箱的保餐层 就是放上一年都不夸快哦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腌韭菜的方法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